各位欢迎来到这里做事 前两天我们还跟大家聊 说这个民间借贷的利率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因为按照以往的政策 民间借贷是两线三区 国家保护每年年化在24%以下的民间借贷利率 那个时候我们讲这个利率真的是有点高了 因为今天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也不过2%左右 就在这两天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出台措施了 最高的年化保护利率发生了重大调整 以后我们不存在两线三区24%和36%了 国家直接规定未来最高保护4倍的LPR利率 最新的LPR利率是年化3.85% 4倍也就是15.4%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民间借贷你最高只能跟借款人要年化15.4%以内的利息 超过部分这个就叫高利贷 是法律所不给保护的 从年化24% 甚至年化36% 这也是合法的啊 一下子跌落到了年化15.4% 这个跌幅确实有点狠啊 给很多人打了一个措手不羁 然而我们也得讲 这个跌幅也是很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的各项利率一直都在降低 大概五年之前 最高法提出两线三区的保护利率时 那个时候啊 我国的基准利率大概在6%左右 所以啊 4倍的6%就是24% 而经过了短短五年的发展 基准利率已经没有了啊 我们要看LPR了 LPR是一降再降 降到了3.85% 这个时候按照四倍算 可不只有15.4%了吗 这是市场所影响的 不但贷款利率在大幅下降 存款利率也在大幅下降啊 大家还记得吗 早几年前啊 支付宝刚刚推出余额宝的时候 那个时候余额宝利息有多高啊 一年67%啊 相当于一个活期的存款 你能拿到67%的回报 今天甭说活期了 有的信托你都拿不到67% 今天我们打开余额宝看一看 这个年化利率只有可怜的1%几了 是的 存款利率贷款利率都在大幅下降 那么调整这个民间借贷利率 就是非常合理的了 否则民间借贷就真的变成高利贷了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 也有很多朋友想问 哎呀 15.4%也不低了 你现在做什么 慢慢能挣这么高的利润呢 有的人甚至机械的提出 有没有可能我们干脆 把这利润进一步往下拉低 15.4%我们认为也是高利贷 不能让这帮人捡了便宜去 干脆就把这个国家保护的利润 拉齐跟LPR一样不行吗 想法是很好的 可问题是我们非常清楚 今天很多中小企业 个人经商者 你到市场上想借到钱 是很难的 跟银行借钱 你没有资产抵押 信用不好 银行是不会借给你的 银行那个低利润 它不是服务给你的 因此很多人才只能跟亲戚朋友 周边认识的人借钱 可问题是 你不给人家稍微高一点的回报 人家凭什么把钱借给你 所以如果我们机械性的压低民间借贷利率 表面上似乎没有一个高利贷了 但实际上高利贷纷纷转到地下了 那个危害更大 所以现在4倍LPR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市场利率 同时既然最高法已经有了这样的司法解释 如果你借给过别人钱 或者你正在借别人钱的话 可以把这个计划合同拿出来看看 如果超过了15.4% 你可以跟人家重新协商一下了 你可以少交一些利息了 因为如果对方不同意 诉讼到法院的话 法院现在最高也就保护到15.4了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